酒店这个行业 在到了今天互联网时代 我们还是一个在设计装修上面 仍然是一个比较低纬度的一个状态 但是未来的酒店就是一个终端 就是手机 它代表了一个人的个性 那这个手机呢 会跟我们的整个酒店是互联的 就是未来每一个酒店的房间 就是一部智能汽车 而且我们照这个房间的逻辑跟方法 就跟照智能汽车的供应链是一致的 我举一个例子 到了今天你进这个酒店 你用声音就可以控制灯光 空调 电视机 还有你要打电话给前台 你要叫机器人 你要控制窗帘 全部都是用声音来控制 那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吗 已经实现了 下一个阶段是 你只要设定过一次 你的手机开这个门 它的灯光的模式 温度 香氛 还有热水的温度 全部都会依照你喜欢的温度 对 来设定完 这是两个未来 第一个就是用造车的逻辑 跟供应链来造酒店 第二个就是环境保护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酒店 你看到的所有的材质 都是可再生的材料 或者是可回收利用的材料 因为酒店其实是一个高耗能的 所以未来简单地说 我们所有的房间都会变成弱电系统 它安全 耗电量又低 所以我可能有一个大一点的电池 尽管停电 我们房间仍然是可以运营的 就是可以达到最高效能的节能 然后再一个未来 就是我们很有可能跟马斯克 他送上火星的时候 住的空间是由我们来制造的 我们所有的房间都是组装的 所以未来全部可以拆掉 拆成一个盒子 然后送上去 然后再组装 那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 周先生您已经不是一个设计师了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科学家 或者是一个人类的一个研究学家感觉 没有那么 但是我觉得设计师的社会责任 其实是用设计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设计带来的美好 跟价值 这才是真实的目的 rooo rooo roo roo